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备受外界关注的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 7月10号又传出新的消息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薄熙来案即将是尘埃落定 那么七八月份将会在山东开庭 山东省的济南中级法院正在对审理此案进行彩牌模拟 因为此案的高度敏感 那么它的安保维稳还有庭审策略 以及旁听安排 媒体管控等措施都还在内部的推演部署中 法广从消息来源得知 薄熙来案原本是由最高检察院反贪局来指导侦办 由于起诉审级的考虑 具体是由北京市高检反贪局来承办 并抽调各省的纪委检察院的干部协助 报道还说 据熟悉案情者透露 薄熙来案目前确定的罪名主要是受贿罪 具体案情是大连富商徐明 为了薄熙来的柚子薄瓜瓜 在英美留学提供的各种费用开销 这和人民币大约是六七百万元 有律师对本台记者分析 如果薄熙来认罪 那么柚瓜瓜从徐明那里获得的金钱资助 罪责则不必由柚瓜瓜来承担 反之柚瓜瓜可能会面临司法追诉 因此这可能就是薄熙来认罪配合的关键 知情者还透露 柚瓜瓜已经离开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 据说目前人在加州 他不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庭 在此之前海外中文媒体多次报道 博案是即将开庭的消息 但是都没有成为事实 这一次是否还是乌龙呢 还有待观察 那么中共的红歌歌唱家 李双江之子李天一等五人 涉嫌轮奸案 已经被北京海淀区法院受理 7月10号 李天一的两名新辩护律师开始露面 并通过博客发表声明 声称将为李天一做无罪辩护 还高调指责相关部门 披露李的真实姓名构成了侵权 李天一新律师的言论 在大陆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 广东律师隋木青对本台记者分析说 这两名律师可能只是更大幕后势力的提线木偶 他说 因为其他同案的几个人一直没有浮出水面 公众完全有理由相信 那几个人是比李天一更有背景的人 这才是这个案件到现在显得复杂的原因 如果李天一能够脱罪 那么其他几个人脱罪也是顺理成章的 今年的六月底 李天一等五人涉嫌轮奸案的原代理律师宣布请辞 那么李天一现在的新律师呢 是北京律师陈叔与王冉 7月9号 四川省成都匹县发生这个城管暴力殴打摊贩 而引发的群体事件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的报道 当天下午6点多 匹县德园镇夜市几名城管 将一名卖水果的摊贩打得是满口鲜血 引发周边群众的愤怒 上百人围攻城管 被打摊贩的是跳到城管的车上抗议 引来近千人的围观 当局则是派出了大批警察到场驱散人群 过程中爆发冲突 由警察开枪示警 后来因为下起大雨 人群才散去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记软 字幕 李宗盛